台湾人 我相信台灣人一定看得很清楚 這幾個月裡面香港所發生的懲罰 我相信他們不再相信有一過兩劑 這是很肯定的事 從來都沒有一過兩劑 所以我想台灣不會再想一過兩劑 我看台灣的人有保守的 也有完全從現在開始不再相信一過兩劑的人 我相信也好像是香港一樣 在這個大選的當中最重要還是年輕人 因為老人家的想法可能是住生衣 賺錢啊賺錢啊這個是最重要的 生活困定也是重要的 但是年輕人來講呢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蔡總統她能夠再次當選 我相信最重要還是年輕人的參與 在這個大選的中間能夠賦予更多的人出來投票 年輕人的票我看是重要的 跟香港的這個驅選是一樣的 就是靠這個年輕人來交票 我相信台灣的政府不能夠為我們做什麼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困難 我們有我們的困難 只是一種支持 如果我們有圖王的人圖到台灣去 他們可以幫忙 但是我們在香港抗爭 他們不能做什麼 我們也沒有接受他們 任何在政治上面的協作 其實都是我們香港人真心自己所合作 一起動員所做的 沒有別人給我們什麼幫助 只是支持 我也相信台灣人能夠支持我們 政府能夠支持我們 但是實際上 什麼現實裡面能夠出分力的 我相信這個還沒有 我相信你們好 également 不容易 我們不知道 我們幾句話 我們可以說 我們不得到 我們什麼 一個人 我們快點 這樣子 我們來從我們